HELLO 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2021年我的年度愛用品 上集的話就是保養品跟香氛 下集的話就是彩妝類的東西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吧 不然會...那我拍影片會太長 開始 好那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香氛 香氛的是Maison-Louise Marie的4號的香氛 那我本身的話其實非常喜歡用膏類或是油類的香粉 因為它用起來不會有香水或是香精 它會有第一道的酒精的刺鼻味 我覺得現在是整個人舒服的那個感覺 比給人家的氣氛還有更重要 所以我現在會比較在乎的是 我自己用起來的舒服的感覺 那香油啊香膏 我覺得相對起來它都會比較溫和 我先跟你們介紹它是4號的 它還有一個是Classic 然後我覺得味道跟4號的還蠻像的 4號的味道它是木質調比較重 那Classic的味道是花香調比較重 就是有點玫瑰香調的味道 那木質調的話它的前調是彈香雪松 中調是香根草肉豆蔻跟肉桂 那它的基調就是到最後留在身上的味道的話 是琥珀木的味道 那我覺得跟我現在喜歡的氣氛跟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還蠻一致的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是可以連想都不用想 我就是直接拿這個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是我目前為止聞起來 整個味道是跟我比較不衝突的 其實說真的我已經很久沒有買香油跟香膏了 我是很久以前去日本玩的時候有買他們的香膏 因為香膏的味道非常的小女人 但我覺得不太適合現在的我 所以我就再也沒有回購了 就算是香油它也有分前中後的味道 我覺得差異不會很明顯 香水的前中後的調性會蠻明顯的 可是我覺得香油的味道不會差到太多 那我也蠻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香油跟香膏的 因為我們身體本身就有油脂 那酒精揮發本身就會比較快 再來是卸妝膏 卸妝膏因為我之前用Avalon的都用完了 終於 因為我那時候囤的大概有兩罐大的兩罐小的 終於把它用完了 我那時候是買海洋膠原精油卸妝膏 那它有送我一個小的玫瑰的 也很好用 我覺得玫瑰的保濕度比這個好 這個我可能夏天用 然後冬天用玫瑰的 只是他們送來的時候可能都是這樣側著放 所以我收到每一罐都是會變這樣 不會影響他們好不好用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沾的 其實變成是我直接從這邊挖 就蠻方便的 它乳化效果比Avalon的快 然後它也有附一個毛巾 毛巾也比Avalon的還要再厚 只是它就是你一定要曬乾 不然它很容易會有那種水的味道 再來面膜 這是香提卡的 花顏深層淨化面膜 那它是黑面膜 它是我用過的黑面膜裡面 因為其實很多面膜 或者是那種淨化面膜 它都會有點刺激跟 它會乾掉 乾掉之後你臉就是崩崩的 所以臉會很不舒服這樣 可是它裡面有加蜂蜜 所以你敷再久 但也不能敷太久 就是它敷再久 你的臉也不會崩崩的 或者是過度刺激的感覺 臉不會有特別崩的感覺 那這個是我目前用過黑面膜 我覺得最喜歡的 一定要推薦給你們 而且它算是他們家 因為香提卡單價都還蠻高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他們家單價不會到非常貴的東西 可以試試看 再來是舒苦的 這個是毛孔靜柔精華露 那這罐比較特別 這個是我想到的時候才會用 大概一個月一次到兩次 因為它也是清潔型的精華露 你洗完臉的時候 你臉要有點微濕的狀態 在你毛孔比較大的位置 或者是很容易出油的地方去做使用 按壓的 在你比較在意的地方 像我就是T字啊 跟我的下巴這邊很容易長痘痘 因為戴口罩 它的質地用在臉上洗掉之後非常特別 它會有一層感覺 一層東西在臉上的感覺 但它不會不舒服 然後你洗完之後你的臉是會亮 我覺得至少會亮一個色階 那你的毛孔會非常明顯 我啦 我看起來是我的毛孔非常明顯 它會有平滑的效果 所以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舒服 雖然它是說它是柑橘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很明顯的柑橘味道 但是是他們家的保養品的味道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也是我用到我覺得蠻特別的產品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喜歡的會很喜歡 那不喜歡的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看你們可以去櫃上 看他們會不會用試用包可以試用看看 還是要試試看才會知道 這個應該講到大家 都很煩了 這個是 就是 Carnable的保濕極致洗眼皂霜 去年的Mias Light的時候就出現了 因為它還是算是保養品洗屑類型的 所以我還是把它放進來了 因為它真的是我去年的愛用 這是已經第二罐了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都會用這個 那我們的膚質蠻不一樣的 男朋友皮膚比較敏感 然後又是乾 它比較偏乾 然後我的話就是中性肌膚 然後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用這個 我洗臉的放在洗手台 至少有三四罐吧 但它不用它都只用這個 所以這一條會用的特別快 這個是皂霜 我覺得它起泡的那個感覺 跟肥皂還蠻像的 它非常好重洗 然後保濕效果也很好 然後洗完之後 皮膚也不會有非常緊繃的狀態 無論是春夏秋冬 都試過了 都很好用 再來是精華液 精華液的話 有這個 這是Dr.Barbara 這罐的話比較特別 它 膽價非常的高 呃 算是玻尿 但它膽價非常的高 我有嚇到 這一罐要9900 參加彩妝師的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給的公關品 那他們有給我洗臉的跟精華液 洗臉的我覺得 還好 然後我覺得 這個精華液非常的好用 市面上玻尿酸那麼多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雖然市面上的玻尿酸非常多 可是他們的成分比例 就是每一間的專利不太一樣 我還是會有用過玻尿酸 讓我的粉絲長得更猖狂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前陣子 我這邊有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突起的斑 然後是白色的 然後那時候去看 我去看皮膚科 那皮膚科就是建議我打掉嘛 像近膚雷射 那用完之後 我就是用這個跟腳沙洗 我是去年年底的時候用的 然後我真的非常的勤在用它 它已經用到一半了 我保養品真的非常的多 因為會有一些公關品 這罐是我真的會一直拿出來用的 剛開始它擦當然不會有什麼感覺 因為它是那種比較保濕型的 它讓我的皮膚 我覺得有越來越穩定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還蠻常要試很多的保養品 那有時候有一些保養品擦個兩天 它就是會有點比較滋潤 或者是吸收不進去 然後我就會長一些小痘痘 那種擠不出來的 那種最煩了 必須要停止使用那些你還在試的保養品 我就會回來乖乖的擦它 所以它才會用那麼快 然後那時候參加記者 會有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他說Dr.Barbara 他是 我忘記是Kobe還是Jordan 他就是有把 他是第一位把玻尿酸注入到吸管節 去做治療的 我對這個品牌好奇的人 可以去試試看 我還蠻推薦他們的 我那天用到的啦 我還蠻推薦玻尿酸精華 然後面霜跟面膜 摸起來都是很舒服的 你們可以去天天試試看 但是把白板打掉之後 我真的最常用的就是 用這兩罐 所以 這剛剛講過了 這個是補水 這個是我拿來補油的 拿雷射之後你的皮膚是非常乾的 那你不可能只補油 你的皮膚會 底層保水度不夠 你直接補油的話 皮膚會 我覺得它會有點吸不進去的感覺 所以我會先補水再補油 所以我會選擇這兩罐一起用 這罐也是不會讓我的皮膚長粉刺的角砂吸 我從它那種壓的瓶子 用到它現在變低管的 擦上去皮膚非常舒服 然後吸收度也是很好 它吸進去之後皮膚會有一個 你皮膚健康時候的那種保濕度 跟 但它又不會太油 我用了幾件角砂 然後我覺得這罐是 還是最好用的 再來剩下三樣 再來是AVALON的全效修復乳霜 這個我只推薦晚上用 這罐我會推薦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滋潤 它的滋潤是你隔天早上 你會感覺到你皮膚非常非常的柔嫩的那種感覺 用量非常非常的少 我是在前年 現在是2022嘛 我是在前年的冬天用的 然後去年的冬天到現在 我用量只有這樣子 所以它用量真的 但如果你是非常非常乾的人 你可能用量就可以多一點 然後它是必須要避開你出油的地方 跟你有暗瘡的地方 可能太滋潤的地方 例如說你是油性肌膚 或是你很容易睡覺的時候出油的 這種都不太建議 那它的成分的話是 多種的玫瑰精油跟精斬花油 嗯就是真的蠻油的 可是它是做成霜狀的 這罐我真的還蠻喜歡 譬如放乾的時候覺得 它的那個嫩度蠻明顯的 我蠻喜歡的 再來是眼霜 眼霜是Verso 配點的品牌 然後這個是公關品牌 那它我覺得它的優點是 就是你擠一下 你擠一下就是一次的量 我覺得擦起來對我來講是剛剛好的 我前陣子有買一個眼霜 然後也是那種霜頭的 就是好像很厲害這樣 但我用就是 我怎麼用它它就是 因為我的眼部保養會擦到 就是這一整塊 那如果有剩下的話 我就是會擦到法令紋這邊 只要用那個眼霜 我就會很容易長小粉刺 而且是 要擠掉 可以擠掉的那一種小粉刺 跟過敏的那種紅紅的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對我來講可能就太滋潤了 所以可能 像你是油性肌膚 或者是跟我一樣是中性肌膚的 這個我覺得擦起來還蠻舒服的 而且它吸收度非常剛剛好 不會讓你覺得 有多一層油在外面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 嗯 我其實試過還蠻多眼霜的 但 不是那一種 有一層東西在外面吸收不進去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太滋潤了 就是吸得太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是蠻挑忍的 然後我覺得用起來 我覺得效果還蠻好的 我覺得我眼下暗沈最近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最近睡得還不錯 還是怎樣 就是它 我覺得我最近眼周狀況蠻好的啦 說真的 就是沒有長任何的東西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已經就夠了 就是算是長到一個 蠻適合我的眼霜 終於要最後一個了 這是日本的唇部的美容液 這個 我之前有在一個護唇膏的影片 介紹過 這就是要找代購買 那 這個要小心 因為這個還蠻多 這還蠻多房的 我之前就有買到房的 這是因為我摸過很多產品的關係 還是怎樣 就是你知道它那個材質會怪怪的 然後我有去查它的真尾 真的會不太一樣 但是要非常用心看 所以一定要找日本當地的日本代購買 我就是買到了一次假的之後我就生氣 我就買了兩支真的 就花更多錢 好用的是 因為我前陣子 我前陣子唇顏 我也有推薦別的護唇膏 是專門給唇顏的護唇膏 它是裡面有維他命C 這個我會比較推薦夜間使用 因為它還是會有點像唇蜜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後面在擦口紅的話 它就會有點濁濁尋尋尾 會不太好上 所以護唇膏的話 所以這個的話我還是會比較推薦 你晚上的時候用 或者是你那天也沒有要擦唇膏 的時候用就可以 它算是唇部的保養品 所以我才會放在這支影片 好久講一講就下雨了 我每次錄影都會下雨 2021年保養品愛用就先到這邊 那下集的話我會準備彩妝品 那我要來準備下一篇的底妝彩妝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